聲音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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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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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测试声音测试 声音测试声音测试 声音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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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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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给同学们做线发问的 前一阵子已经有一些同学陆续把题目给我了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内容 就是先把同学问的问题做一下解答 如果其他同学们在线上有其他问题 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时间 可以直接发问到我们旁边的留言板上面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那现在各位同学看到这个荧幕上出现的这12题 就是这一阵子同学们在网路上丢问题给我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今天先一个一个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那解决掉之后呢,如果同学们还有其他疑问的话 我们就请各位就线上发问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线上来 让大家发问问题,我们再来解释,再讨论 好,那我们等一下这12题我们就依序来做解释咯 好,我们就开始了 好,那有个同学问我说 RNA跟蛋白质啊,它们都可以表现出遗传的讯息 对,它们经由转入出RNA,转入出蛋白质 都可以让遗传序表现出来 那这样子RNA跟蛋白质算不算是遗传物质的其中一种 好,那这题答案是不是哦 为什么不是呢? 遗传物质不是只有攜带遗传讯息而已 它必须要从一个一代传到下一代 再传到下一代 所以遗传物质的重点在于 它可以跨代的将遗传讯息传给子代 传给子代 你的种族延续多久 你的遗传物质就可以传递多久 好,所以它是可以跨代做传递的 一个攜带遗传讯息可跨代传递的物质 才叫遗传物质 好,那病毒有DNA病毒,RNA病毒 透过DNA或RNA传递遗传讯息 那我们人体主要是以DNA 做我们的遗传物质来传递遗传讯息 重点是要跨代 所以如果只是在同一代同个细胞里面 它把遗传讯息 变成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你只能叫做它表现出遗传讯息 这边写到的 可是它在传递上就会变成 它没有办法跨代传递 好,那也许搞不好 我们随着科学家研究 哪一天发现原来RNA跟蛋白质 也许有些办法可以透过 跨代的方式传递遗传讯息的话 也许那一天 遗传物质的定义会在修正 但目前我们认为遗传物质 就是只可跨代的 传递遗传讯息的物质 那我们主要以DNA为主 所以第一题这一题 至少在我们现在高中的商务科来看 RNA跟蛋白质 还不是遗传物质 它是传递遗传讯息 表现出你的表征 表现出你的性状的 但是遗传物质 必须要可以跨代传递 以上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第二题有人说 所谓的基因 我们说我们的遗传物质 传递遗传讯息的就是基因 基因是功能上的名称 既然是功能上的名称 假设有一段DNA 它不一定是产生蛋白质 它是转入出TRNA 或者是这一段 它可以产生出所谓的RNA 或甚至这段基因 它并不是产生蛋白质的 没有蛋白 但是它却可以调节其他的基因 那它这样子的 有它特定的功能 可是它却没有办法产生蛋白质 这一段DNA片段 算是基因吗? 我们对于基因的定义最早最早 是真的是指这一段DNA 可以经由转入转移产生蛋白质 那这一段我们定义 它叫做基因 基因做出蛋白质 蛋白质来调节 或是维持你的生理作用 但这是早期的说法 现在对于我们基因的定义 已经比较修正开放了 那现在基因对基因的定义就是指 只要DNA片段中 能够改变你的表征 能够影响你表征的表现 那都算是基因 那TRNA跟RRNA如果失效了 就是会造成你表征的改变 会啊 或是你这个调节性的基因 如果它失效了 会不会改变你的表征的表现啊 会啊 会的 所以其实现在对于基因的定义 已经扩展到 只要这个基因能够调节 或影响你的表征表现 这一段DNA片段就在基因 所以甚至我们用个 白花一点的定义 比较更宽管 或是更好理解的 就是这一段DNA 只要有特殊功能 你讲得出它的功能 它就是基因了 所以目前我们对基因的定义 是比较大的 好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定义呢 是 现在学界研究者 我们对于基因的定义 可是我们高中课本 对于基因的定义 通常都是一句话描述啦 就是一段DNA 可经由转入转移成蛋白质 我们称之为基因 好 这个定义没有错 但是除了这样的说法之外 其他功能的 其他具有其他功能的DNA片段 现在也叫基因了 好 那我透过这个例子 也是提醒大家 大家在读课本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偏颇 不要断章取义 因为课本可能说 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 它指的这个关系是对的 但不代表比如说A就是B好了 那不是代表只有A才能成为B 可能还有其他东西也是B 只是课本很简单的讲A与B的关系 A就是一种B 但可能代表 可能代表甲或乙可能也是B 所以请各位不要断章取义 就像课本上说 所谓的基因 就是一段可以转入 转移出蛋白质的DNA片段 但不代表 其他不能转入 转移出蛋白质的 其他有功能的DNA片段 就不能叫基因了 不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这一题我先大概解释 基因现在的定义 是比较白话一点 就是说 具有特定功能的DNA片段 就叫基因 那包含了调节性的基因 它可以调节别的基因表现 或是产生其他种类的RNA 它都有特定功能 或是一个比较学术的说法 就是这一段DNA片段 只要能够影响表征 那它就是基因了 那这是我们对于基因的定义 好 下面一提是说 有人问说 如果我们才强无性生子 无因生子 好 那我们一直强调无因生子 也可能会产生基因重组 所以有同学代表会很搞混 既然有基因重组 为什么还叫它无性生子 那我想透过这个问题 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大家会一直以为无性生子 没有基因重组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这可能是过去各位 可能在写某些考题时 被强调了 那过去说 没有基因重组的无因生子 那指的是营养器官繁殖 营养器官繁殖 直接拿植物的一部分的器官或组织 直接培养出个个体来 那个基因重组的几率真的比较低 但是大部分的无因生子 是有基因重组的 是有的哦 那我们常常说无因生子 或是有性生子 生子如何产生基因重组 而产生基因重组 来增加遗传变异 我把它写下 无因生子可以产生基因重组 进而增加遗传变异 我把变异写在这 有点差异 那就是多样 我的指代都不一样 所以变异就是类似多样性的概念 多样性 那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的生子过程 产生变异呢 有两个重要的机制 一个是 减速分裂 另外一个就是受精 受精 我的字比较丑 大家都包含 受精 那我也大概解释一下 这两个为什么可以增加遗传变异 减速分裂是这样 假设如果你今天有 我就随着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的同源染色体 这是1号 同源染色体 这是2号 那为了简单方便 我这一个染色体叫大A 这个染色体叫小A 这个染色体叫大B 这个染色体叫小B 当我们说 你行减速分裂形成配子的时候 同源染色体要分开来 大A小A要分开 大A跟小A要分开 对 那同样的大B小B也要分开 那我们在形成配子的时候 不是同源染色体分离 而非同源染色体之间会自由组合 那你的配子是不是可能有 大A跟大B在一起 形成一个配子单套 因为你本来应该是大A小A大B小B 我行减速分裂可能变大A小B 大A大B这个配子 也可能是小A小B这个配子 也可能是大A小B这个配子 也可能是小A大B这个配子 你现在的配子是不是有四种 四种之间都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变异 好多种就是多样性 所以减速分裂也可以造成你的配子 出现了遗传物质上的变化 就是遗传变异 产生不同种类的配子 那就是产生多样性 那受精为什么也可以产生遗传变异呢 假设呢我今天的精子跟卵 我写一下哦 我的精子假设有1到123 总共到10种 那卵呢也是编号1234 总共有10种 请问精卵受精的结果 可能有几种组合 是不是精1卵1 精1卵2 精1卵3 加排列有10种 然后精2卵1 精2卵2 这样加来不是10成10 总共有10的比较脂肪 总受精卵嘛 所以减速分裂 会产生不同变化的配子 产生遗传变异 受精会产生不同的核子 也产生遗传变异 换句话说呢 减速分裂跟受精 都会让你的子带产生更多的变化 而产生遗传物质的变异 以及子带或配子的多样性 所以这两个是重要极致 其中如果你的生殖过程 经过受精 这个过程 就叫有性生殖 如果你的生殖过程 没有经过有性生殖 只有减速分裂的话 那就是无性生殖 所以无性生殖 有可能透过减速分裂 或是突变 写在旁边 突变是大家都会有的 不论是有性还是无性 所以无性生殖 会不会有基因重组 当然会有 可能透过突变 有些个体突变的 它跟其他子带不同 有些是透过减速分裂 来让无性生殖 产生变化 所以记得 有性生殖 无性生殖 最大的差别在于 是否经过受精的过程 无性生殖 就算没有受精 也有机会经过减速分裂的 像我们这几天所上的 植物的生活史 它可以透过减速分裂 让包子体产生包子 来生殖出配子体 这个生殖过程 只有减速分裂 却没有受精 所以 有没有基因重组 跟你是不是有性生殖 还是无性生殖 是没有关系的 重点是 生殖的定义是 只在数量增加 你如果三支 后来经过交互作用变成八支 你本来四支 经过交互作用变五支 个体数量增加 就叫生殖 它只是个体数量增加的过程 如果经过受精过程 就叫有性生殖 如果没有受精过程 就是无性生殖 有可能会经过减速分裂 而减速分裂跟受精 都可以产生基因重组 增加遗传变异 突变过程也会 所以基因重组 跟你是否为无性生殖 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一题 我就先说明到这边 好 那接下来这一题 比较复杂 那么一点点 这题我大概跟大家讲 因为这题已经超出 我们高中生物要教的范围了 好 这几个药物 常常被拿来治疗癌症 因为它可以抑制植物 抑制我们癌细胞的分裂 或者一般细胞的分裂 它其实可以阻断细胞分裂 好 那这三个药物 为什么可以阻断细胞分裂呢 当然是有些原因的 那主要是因为它们会影响 那个围管的形成 它们会影响围管的形成 好 那细节我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是秋水仙素跟长春花茧吧 好像是 应该没有记错 它是 抑制围管形成 所以围管围管形成 然后其中一个 我记得是紫山唇 我忘记了 它是 抑制围管分解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围管其实是一颗一颗的围管蛋白 它会组装成 围一圈 围成管状结构 它会形成一個管状结构 那他这个过程是可逆的 它可以变成一个围管的结构 围管结构 围管的蛋白菌就是一根丝 就是仿锤丝 但是这个丝呢 是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微管蛋白的 那如果今天你向右被抑制掉 你就无法形成仿锤丝 你就没办法形成仿锤丝 那如果你今天无法形成仿锤丝 会有什么下场呢 当你的染色体排列在细胞中间 就是中期的时候 中期的时候 我的仿锤丝本来应该出现 拉住着尸点往后面拉 让你的中期染色体被拉开来 这个中心阶段力让你拉来 进入到后期 对吧 可是呢 今天没有绑锤丝 所以就停在中期 无法进入到后期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抑制微管分解的 你会造成你没有办法在中期分开 那如果今天我是抑制这边呢 我让你不能 我是 我一个刚刚说的是抑制微管合成 但是我今天是抑制微管分解 变成你形成的微管没办法分解 那影响的层面会很大 比如说你今天形成的微管 它没办法缩短 因为有时候你染色体要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形成仿罪师 把染色体推到适当的位置 过头了过少了 都要拉回来弄回去 所以它可有可能 整个分裂期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题我大概只能讲到这里 说这几个药物 其实都是影响微管的形成 或是微管的分解 然后进而影响我们染色体 在细胞周期中的细胞分裂期的影响 那其中那个影响微管 因为微管的功能实在太大 我们高中没有讲那么多 我们只有说它是跟染色体的分离有关 但事实上我们整个细胞周期当中 微管是个细胞股价 它在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功能 所以尤其是我影响微管的分解 这一个 我让你微管形成却不能分解掉 它影响的就不是只有在分裂期而已 它可能在GYS或GZ的某些期 也会影响的 那我大概这题讲到这里 因为这已经超出高中生物的范围 我不想对这边讲太多 那如果问这一题的同学 如果你对这个题目真的很有兴趣 你再私下联络我 我再把原文的文献拿给你看 因为有很多文献在讨论 这三个药物 到底是影响细胞分裂的哪些时期 那你再跟我讲 我再把原文的文献寄给你看 因为问这个问题的同学 有可能不是高中生 那接下来问这个问题 接下来这两个题组的同学 应该也不是高中生 他问的是普通生物学的 应该是脏后的习题吧 好那这几个题目呢 就我会帮各位解题一下 那如果你是高中生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大学的普通生物学 在脏后习题会考你什么样的概念 那当然大学的练习题 当然都是用原文来表达的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 他说我有一个太空的一个侦测器 找到一些微生物 然后他要分析他的DNA 然后他说 我先把这个细胞养在 蛋食物的培养基 养了很多蛋 好就代表你现在的双骨DNA 都含着蛋食物 好我们就以地球的生物来 来推论这个外星生物 好接下来呢 我把转到了蛋食物的培养基 他说下面哪一个图形呢 如果你的这个DNA的复制 是全保留复制 这个是全保留 conservation 如果今天你是全保留复制的 DNA复制方式 你会预期看到什么结果 就是各位来了 如果你是1515一开始 复制之后呢 会变成1515 然后新骨呢 新的两条DNA全部都是1414 两条都是新的 好这不就全保留吗 两骨都是旧 新的DNA两骨都是新 好再复制一次呢 就是还是1515 其他都是1414 好所以这里面的图形谁最接近 你要么就两五都15 要么就两五都14 不可能出现中间的 不可能出现中间的 这个不可能出现 所以直接把猪跟一删掉 所以答案最可能是B 就是我才养几代嘛 所以但15的还有 但14的也有 那随着的代数越越多 我写在这里 养了多代之后 如果你是全保留复制的话 养了多代但15在这里 但是但14跟但14的 我就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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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这一题的第一 这个题组第一题 我们就解到这里 如果是全保留复制 你就预测 它不会有中间的但14干15 一定是两五都14 即两五都15 而两五都15的是旧的 两五都14的会越来越多 这是第45题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它说如果你这个跑了一轮的复制之后 那跑了一轮哦 跑了一轮之后 那当时的那个梅舍生和史达尔 可以做出什么结论呢 好我先把上面的字差点越远乱了 好大家还记不记得梅舍生和史达尔 当时做办法的复制时 它的第一轮的结果 我把它画给各位看 一开始是1515 后来变成1514跟1514 好那我把它的结果画出来 一开始很重 后来呢这是轻弹 F1的第一子弹呢是变轻一点点了 好我把它的虚线大概画成三层 这是第二层 好这第三层 好F1呢就全部都在中间这一层 好那这个题目就说你今天看到了 它做了第一轮到了F1了 你看到这样的实验结果 我把它画出出 好从轻弹比较重 变成F1比较轻一点 你可以说出什么结论 首先第一个 我可以说你的复制过程是半保留复制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 大家A选项最容易被人家觉得 怎么不能选A 它不是证明它是半保留复制吗 你才做F1才做一代 你的结果没办法推论 好为什么呢 请等我一下 好各位还记得这个图吗 这个图是我们前几日在做DNA复制时 美史真斯塔尔他们的研究过程 我用这个图来做解释 好当时科学家有三个理论 全保留复制 半保留复制 跟分散性复制 好那我们把这三种理论 他们的预期结果都画给各位看 清代呢两股都是15 两股都是15 两股都是15很重 可是到了F1呢 全保留复制是 这两个都15 这个是10是14 一个重一个轻 而半保留复制是介于中间 这不是符合刚刚的结果吗 就这个啊 所以我是不是证明了 半保留复制啊 不会紧看右边的 分散性复制 一部分就一部分心 一部分就一部分心 它的密度也是介于中间啊 所以当你看到你的这个F1 是它的那个DNA的密度 是介于最重和最新之间 你就证明它是半保留吗 它也可能是分散性复制啊 所以这题A为什么不能选 因为它有可能是半保留复制 也可能是分散性复制 你到目才做到第一代 没办法证明谁是对的 好所以A是错的 好那 它是分散性复制 它不是分散性复制吗 像B学样 我也不确定啊 它可能是分散性复制 也可能是半保留复制 所以A B都不能选 然后C说它不是半保留复制 我也不确定 好所以换句话说 A B C就是它有可能是分散性 也可能是半保留 这两种都可能 好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 它不是全保留 所以答案是猪 因为全保留应该要长这个样子 一股很轻 一股很重 没有中间密度的 可是我们今天先做出中间密度的 好所以这一题 答案为什么是猪 因为我确定它不是全保留 好然后 它说它又不是保留 又不是全保留 也不是分散性 大家也不确定了 也就是确定它不是分散性 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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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可能是分散性 也可能是半保留 两个都可能 但是就确定不是全保留 所以这里当然是第四个可以选 这是第46题 有没有发现这是个逻辑对问题 蛮有趣的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题组 这个题组就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题组它其实是在测验 那个连锁与互换 过去高中的选修生活课程 会有教连锁跟互换 甚至要教各位如何计算互换率 但现在新课刚好 这些互换率的计算都被拿掉了 就有点可惜 那如果你是高中生 你可以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 连锁与互换的计算体 它是很有趣的 那我先把题目带来念念 简单来说就是 它说现在有一个潘朵拉星球 你看这个都是情境式的一个素养体 它有一个类似植物的一个生物 它在潘朵拉星球被找到了 它发现它有一些基因 这三个基因连锁在一起 它就称之为A基因 B基因跟C基因 那记得我讲是基因 基因包含 A基因包含了大A这个队友基因 跟小A这个队友基因 B基因都包含了大B这个队友基因 跟小B这个队友基因 然后C基因包含了大C这个队友基因 跟小C这个队友基因 顺便补充一下 我们讲的基因 A基因 B基因 C基因 它各包含大写跟小写的A利友 A利友就是队友基因了 所以基因跟队友基因 英文是完全不同的O 那下面就是它做出来的结果 它发现我做出来的各种不同的表征 有小A表现隐性 但是这个B却表现显性 这个正代表现显性 然后根的这边C表现是显性的 所以这是叶子的 叶子这边是性状的基因 这是基因这边的基因 这边是根这边就是C这个基因 所以A B C三个基因 假设你A是隐性 B是显性 C是显性 总共14支 好那A是隐性 B是显性 C是隐性的有零支 以此类推 这个表这么读 好的 那我们就把它的做出来说 哇它是个三个基因连锁 那连锁中态我不知道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实验结果 它做了只在出现了1000支 哇做了好多 好那各位要记得 当我们今天在做 所有的连锁跟互换的研究的时候 我们一定用的清代叫做 异形盒子 大A小A大B小B大C小C 然后进行释交 现在你才知道 子带的结果是怎样子 所以它题目其实有提到 它的研究方式是用异形盒子 当做清代 然后另外一个清代是释交的清代 就是全部都是隐性的 那我们直接来看题目了 好这题呢 我们先看题目问什么 他说请问下面的各种不同的组别当中 哪一组哪一组的基因型组合 是A与B之间发生了 recombination 就是重组 这讲的很含糊 什么叫重组 就是互换啦 就是互换啦 题目问说请问哪一组之间 下面哪一组别它在A跟B两个基因之间发生了互换 或者是这个 那我们直接看下面这个 我把那个刚刚的这个复杂的表格重整一下 就是我现在有1 2 3 4 5 6 7 8 总共有8种不同的表征 那表征1号就是A隐性B显性C显性 隐性我用红字表示来做区分 因为大小写有时候看不出来 尤其是C 好那A显性B显性B显性的14枝 那依此类推 这样子的有0枝加有32枝 好那这题怎么判断呢 大家 我先把它擦掉 那这题的不难就是 你只要看到A与B之间 我先跟大家讲这题要怎么判断 首先先找那个数量最多的 先找一下 这个数量最多 这个数量最多的代表就是原来的 原来的连锁状态 那我先大概讲 大胆的先假设一次 假设就是大A大B大C 大A大B大C连锁 另外就是小A小B小C连锁 所以你产生的配置 这边是大大大 它跟小小小受精之后 就变成大A小A大B小B大C小C 就表现大大大了 那就是这一个最多的 好那这边呢是小小小 那我们做四焦嘛 它就跟小小小的配置结合啦 所以它的指代就是小小小小小小 就全部都隐性 那就是这一组了 好所以我们先把最多的那两组拿出来 就是一般连锁状态没有发生互换 好所以其实从题目的这个数字变化 我大家可以知道A B C三个连锁 B C珠三本条 但是它们的顺序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不确定 但是我确定是大A大B大C连锁 小A小B小C连锁 先知道这个 好那其实这一题第一题要判断 A跟B之间有没有发生交换呢 好我先把它插掉 好那就是已知大A跟大B在一起 小A小B在一起 好你只要看到 诶怎么不是了 大A跟大B怎么不是 一大一大在一起 一大一大在一起 好这两个就是A与B之间发生互换了 这边发生交换了 所以只要看到 不是正常的大A大B大A大B在一起 不是正常的小A小B小A小B在一起 其他就是答案 所以我把不是答案插掉 这是正常连锁 这些叫做A与B之间 A与B之间没有互换 正常状态 既然这些是没有互换的 剩下就是A与B之间发生互换了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编号12跟56吧 我们回去看答案是不是 1256咯 诶果然答案就是A了 诶选项 好这是第58题 好再来一次看我们第59题 伏据有题也是问说 请问A与B之间的互换距离是多少 那我们之前的课程也补充了 我们可以把连锁的基因 它的互换机率互换率 当作两个基因之间距离的指标 当时有个科学家叫Storban 他是摩根的学生 他就把这个单位叫做Sentimorgan 5%互换率就写成5Sentimorgan 当作两个基因的相对距离 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基因距离越远 他们的互换率就越高 好那这里怎么算呢 就算A与B之间了 好这里怎么算 这一题简单 大家不用太省张 这样子 因为我们完全不考虑C 这一题还算简单的 不考虑C 像我们以前高中赚的基因会 先求A与B之间 再求B与C之间 再求A与C之间 画出A B C在蓝色以上的位置 因为你知道距离的 但这一题算是单纯的 完全不用考虑C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重新写了 今天我的这个连锁状态是这样 就是小A确连大B 总共是14加0是14个 好这两个呢 是小A连小B的 总共是440加32 总共是472 好希望没有算错 好接下来这两个呢 是大A确连小B的 总共是16个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是 大A连锁大B的 都是大大大大大 总共是498 好各位到这里怎么意思呢 这两个最多 它是正常的状态 大A连锁大B 小A连锁小B 这是正常的状态 好那这两个呢 就是经互换来的结果 好那我们对互换率的定义是什么 互换率就是你所产生的配置当中 全部是1000支嘛 所产生的配置当中有经过互换的配置 不就是14加16 那就是千分之三十 就是3%了 所以A与B之间的互换率就是3cm 好我们看答案是不是3% 哦等一下哦 为什么答案不对 为什么答案不对 Centimog 所以答案应该是B啊 没有算错吧 哎 好他说的是A与B之间 我觉得答案不可以 答案是C哦 我觉得答案是B 答案应该是B啊 我算算是3cm 好我再确认一下哦 除非是我弄错什么了 啊我知道了 各位同学 刚刚那题 我题目没有看对 果然 有有有看到了 叶子是A啦 叶子是A 这才是A 然后 金是B 没错啊 然后跟中的根是C 我没有弄错啊 A B C按照顺序啊 有时候是故意 顺序没有给你弄对 那你反过来了 好 那如果按照这样来推论的话 A与B金 A是 呃 叶子 跟B是金 对啊 金 语状的金 Due to a little B 对啊 对啊 好 那如果按照这样算起来 如果只看A与B的话 那应该答案是3cm 才对 答案可能给错了 好 但是这边主要是教各位 遇到这种贴户怎么算 我如果给你三个基因 连锁后 它说子带表征的个体数 请大家先简化 就是 如果我今天只看A与B 我就不要看C了 我就重整成 大A配 小A配大B的共14 小A配小B的共472 大A配小B的是16 大A配大B的是498 好 那就看 两个量比较少的 就是互换的结果 打勾勾这两个 好 那全部分支有互换的子带 就是互换率了 好 所以这题A与B支的互换率 应该是3% 也就是3G T-Morgan 好 这题我先解到这里 那如果我哪里看错了 可以再修正 不过就是要记得互换率的计算是这么算的 主要是教计算的方式 好 那接下来这是民国105年指考的32题 它这个题目是很久前的题目 它说如果今天夏天日正当午当中 叶子有下垂了 因为脱水了 好 这时候代表植物有哪些功能发生短暂不足而受损 好 其实这题我还是抱怨一下 明明是问有哪些功能 结果今天答案中却出现某个构造 构造又不是功能 好 所以这个文字 你看这个A B C 租 E 就是租完全不是功能 它是个构造 好 不过不客气 我们来看看 如果今天你脱水了 缺水脱水 缺水脱水 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 我一一跟大家介绍 因为才刚下垂 我才刚缺水 虽然我们说塞管的运输需要水的帮忙 可是他现在讲的是 我刚缺水 发生短暂不足的受水 所以请你 要不要就直接想最直接的反应 所以这题如果讲说 导管运输水受影响 要选 然后因为叶整细胞萎缩 然后叶子垂下来 因为他已经跟你讲叶子垂下来了 所以这也是直接的反应 好 所以这题答案诸葛1 是最直接的影响 直接发生这些短暂的变化 那所以答案一定是有诸葛1的 好 那A选项 因为他必须要 物质部先没有水 然后没有水到很严重之后 才会影响塞管的运输 因为塞管运输也需要水分 那他就比较间接一些些 所以这题为什么不选A 是因为他有点间接了 他不是立即性 马上发生的短暂性变化 他比较间接一些些 那为什么答案没有乙烯呢 先说如果你今天是 长期脱水 长期缺水 这时候乙烯就会产生 会让你产生一些变化 一些逆境的反应等等 所以乙烯产生 其实跟脱水的关系比较小 而且长期淹水的时候 我写一下 淹水 淹怎么写 我临时忘记淹怎么写 当时清晰水太多了 当你的根泡着 这时候才会分泌乙烯 所以他也是因为 水太多造成的一个 长期逆境 造成的变化 而不是脱水缺水 所以B就是更远 更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答案会有新呢 这我解释一下 因为当你脱水的时候 是不是气孔要关闭 这是重要的关键 气孔要关 气孔开关怎么控制呢 等我一下 我们的气孔是 保胃细胞膨胀 保胃细胞 因为甲离子进入细胞里面 水就跟着进入细胞里面 然后细胞就膨大了 那这个甲离子进入到细胞 是刺激主动预输 我写在这里 刺激主动 好 这是关键 所以甲离子 透过主动预输 进入细胞 就会让水跟着进来 而让气孔打开 好 那请问你在脱水时 要做这个事情吗 刚好反过来吧 不可以刺激主动运输 水不可以进来 不要开闭 而是让气孔关 所以这一题反而是要让 甲离子的主动运输 运输到保卫细胞的机制 被抑制掉 所以它有短暂的不足或受损 是对的 这里是比较难一些 你要先知道 主动运输 甲离子进入到保卫细胞 是让气孔打开的哦 所以现在你要抑制主动运输 反而是让你的甲离子 促进性扩散离开细胞 水就跟着离开细胞 这个气孔才可以关闭掉 让它萎缩而关闭 所以这题11比较难一点点 抑制主动运输 促进性扩散离开细胞 所以可见打开气孔是要耗能的 它是刺激主动运输甲离子 造成水进入保卫细胞 让保卫细胞膨胀 让气孔打开 所以这题11有这个选项 我要抑制甲离子的主动运输 最后造成气孔关闭 以上就是这一题的解释 接下来人问到说 生物体的每个细胞 有的基因都一样吗 所以我指的是同一个个体的话 那如果你问的是基因的种类 答案是一样啊 因为你全身的体细胞都是2N 我们总共有46条染色体 所以染色体数量一样啊 那只有生殖细胞 它的套数会减一半 它是1N等于23 那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差别在于 你如果染色体我就画个减度好了 这是体细胞的样子 那假设这些是X跟Y 但如果你是生殖细胞 有一些是体染色体 加上X 有一些是体染色体加上Y 那差别在于 你一般的体细胞有Y的上面的筋 但是这个生殖细胞没有Y的筋 那一般的体细胞有X上的筋 这个生殖细胞没有X的筋 所以以基因的种类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生殖细胞 会跟其他细胞略微不同 那这题我大概说明到这里 因为事实上还有没有别的差异呢 有少数极端分化的细胞 它可能在分化的过程 会把部分的基因切除掉 那它可能就会跟体细胞还是不同 它有部分基因就不要了 但这有点多有点复杂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就好 至少在生殖细胞上 你会看到有特殊的例子 像你这个 假如说这是一个精子好了 这个精子刚好没有带X蓝色体 这个精子没有带Y的筋 那我们体细胞的X跟Y的筋 这两个配置就会缺少 所以有些例子会微微不同 但是在体蓝色体上面 的基因就是都一样了 只是体细胞是成对的 那生殖细胞就会不成对 我在讲是种类 那我们该有的基因 我们大部分的细胞都该有的都有 那除了生殖细胞 会有X跟Y蓝色体的差别 这一题我们先说明到这 好 接下来这题是98年指考的第二题 好 我们看看题目说什么 我们在做DNA分子复制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进含氮15的 那个简基的培养基中 然后进入DNA了 然后 代表你双骨都是15 氮15 那我再改到氮14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氮带是氮15 氮15 好 我们来开始慢慢推演 到了第一子弹呢 是不是15配一股星的14 15就有股 配一股星的14 所以应该是全部的子弹 都是一股氮15 一股氮14 好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A 经过一次复制 欸等一下 哦不对 A错了 好 就是呢 哪些细菌还有氮15 全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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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氮14 也全部都含氮15 所以AB都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经过第二次复制 经过第二次复制 到了F2 就是15分开 15跟14分开 15分开 好全部放星骨 星骨我换个颜色好了 星骨都用红色 星骨都是10次 星骨都是14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经过第二次分裂后 有氮15的细菌 是不是占了一半 四分之二 所以不是四分之一 是二分之一 所以是错了 看猪 半数的细菌都有氮15 对 有一半的细菌就有氮15 就是我现在圈起来的这两群 所以答案是猪 好 以上这是98年生物指考第二题 好 然后接下来有同学问我说 诶 为什么DNA的还在检疫中 飘里跟密定比例接近1比1 这样的选项是对的呢 这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DNA双骨它会做配对 其中A配T G配C 看到没有 那我们现在用这两个图来看它的分子结构 有发现吗 都是一个飘零配一个密定 一个飘零配一个密定 其中飘零是双环 密定单环 飘零双环 密定单环 我们在双骨DNA配对时 我们的寒冷减晶一定是一个双环对一个单环 一个单环对一个双环 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的DNA双骨距离不变 如果你今天是 哇这边是双环 这边也是双环 这个DNA就凸出来了 或是这边是单环 这边单环就会凹进去 就变得比较近 所以我们的配对一定是一个飘零配一个密定 一个双环飘零配一个胸线密定 一个单环的密定 那既然一个飘零一定配一个密定 当你这边有多少个飘零 这边就会有多少密定 这边有多少密定 这边就有多少密定 所以飘零跟密定 因为它是互补的 它就一定会接近1比1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有几个A 就会有几个T 当你有几个C 就有几个G 然后其中A跟G是飘零 然后C跟T是密定 那就有多少个飘零 就有多少个密定 所以飘零跟密定的数量是接近 这是1比1的 是对的 就解释到这边 因为就是飘零 一个飘零配对一个密定 那接下来这一题稍微复杂一些 有人说 如果渗透压 我们植物的根做横切 我们上个都会说 植物的根越里面渗透压越高 浓度越高 造成一个浓度梯度 这样水才能不断的输入进来 我们上个常常会这样子补充 课文上也这么写 那 他说无稽人要怎么来呢 他不就逆着浓度梯度吗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无稽人要透过主动运输来运输 所以我先在高中的生物课本的内容 先跟大家解释 我们透过主动运输 建立了离子的浓度梯度 才让水渗透进来 所以我们的无稽人逆着浓度 因为它是主动运输进来 而建立了越里面越浓的浓度梯度 那我先把这一题先说明到这里 不过这边我想要把这一题延伸一下 就是我们课本上所描述的 什么所谓的根部 从外道内建立浓度梯度这样的说法 其实不完全正确 当然以下是我的补充了 各位就当参考 那考试的时候还是以课本的描述为主 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离子可以单向的往里面运输 主要是因为我们上面所分布的离子通道 它是具有方向性的 就是我们都会把它的离子通道的位置放好 它只能单向往里面 单向往里面 来控制我们主动运输的时候离子的运输方向 这个先要理清 我们的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 并不是随便放的 而是有一个方向性 比如说我放这就进来 那如果放这就从这进来 如果放这你就从这进来 放这里从这进来 我们都有固定的方向 让维持我们主动运输的离子 有运输的方向性 才有机会建立所谓的浓度梯度 但是呢 到底植物的根部有没有所谓的 越里面的细胞 细胞值的浓度越高 越外面的细胞 细胞值的浓度越低 这样的性向 我跟大家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课本上 或我们老师们上课时 所讲的那个模式 都过于单纯 各位可以这样想象 我们整个植物根部的细胞 都有原生指示相通 既然是原生指示相通 在功能上就是一体的 都连在一起 如果连在一起 你要怎么建立浓度梯度呢 根本就相连 所以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这样比较 就是细胞外面浓度很低 然后我们植物根部的细胞 浓度很高 可是在我们的导管这 浓度又变低了 所以其实并不是里面越高的 那我们就以这两个来讲 我们透过主动运输的方式 让离子建立在我们的 根部细胞里面 累积浓度 而且其实主要是在 它的一包 中央大一包里面累积 那你里面累积这么多的离子浓度 就会不断的吸水 不断的吸水 一吸水之后 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造成很靠近导管的这群细胞 它的压力非常的大 压力很大 你只要再靠导管这边 多加几个所谓的水通道蛋白 这边的蓝色就是水通道蛋白 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这边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然后水分就被挤到导管里面 挤到导管里面 这就是根压的来源 我在根部 尤其是靠近木质部的细胞 我建立了大的压力 因为我透过我主动因素 累积了离子浓度 然后就会吸水 那我在靠近导管这边的细胞膜 又放了很多离子 那个水通道蛋白 就可以让这个水压 把水挤过去 水就会挤过来 好 这样子的模式 不就是逆渗透吗 我把这个写出来 好 这是我们上个不会讲 因为课本上没讲那么多 我只是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是透过靠近木质部的活细胞 建立了浓度低度 吸收水分 让它中的水压高 水压高 我只要透过开启水通道蛋白 就可以把水挤到导管里面 而且这个高压金屋导管 让导管压力也增加 就往上挤了 这是根压的来源 这样的机制就有点类似 我透过加压的方式 让干净的水被挤到水管里 这不就是逆渗透的原理吗 所以我们的植物根是透过 建立了细胞内的浓度低度 来产生逆渗透的现象 来让水进入到我们的导管里面 好 我们大概补充一下这道德就好 可是你会发现 并不是越里面浓度越高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课本上的描述 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快速理解 所以讲的比较简单 但事实上生物学很多细节 我们在高中 课本上不会讲太细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好 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 如何来计算染色比套数跟调数 我用这个图来做解释 假设我现在有三种染色体 1号 2号 3号 染色体的编号是从最长 排到最短 所以我们人类最短的染色体 理论上应该是22号染色体 当然这有些故事 有些弄错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1号染色体最长 提染色体22号最短 X跟Y会独立编 因为它是性染色体 好 那我们看说 我们是2N的生物 像这是1号染色体有两条 2号染色体有两条 3号染色体有两条 这两条1号染色体就互为同一染色体 2号2号染色体互为同一染色体 2号3号染色体互为同一染色体 好 那我们再说所谓的套数的时候 是指什么呢 好我写一下 所谓的套数就是 所有种类的染色体 所有种类的染色体 总共有几套 好那我们来看 假设我现在收集一下 1号染色体一条 2号染色一条 3号染色一条 我不就形成收集了一套了吗 一套 接下来呢 1号染色一条 2号染色一条 3号染色一条 这三个色调型 不又凑成一套了吗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细胞总共有两套染色体 两套我们就写成2N 好所以套数怎么看 看你所有的染色体 集合在一起变成一套 你总共有几套 好那我们上课的时候 常常有个比喻 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就是假设这是漫画的第一册 编号1 这是漫画的第二册 漫画的第三册 好 请问你现在几套漫画呢 好其中 1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拿出来 这就是一套书了 再来呢 1再拿出来 2再拿出来 3再拿出来 又凑个1 2 3 那就是一套 所以总共有 一套加一套 总共有两套 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理解 好那国中 有一些国中老师 有一些国中生物老师 教各位如何判断套数 他的方法也可以用 就是随便找个同样染色体 你看他总共有几套 总共有几条 你同样是有两条吗 那就预期 你二号有两条 一号也有两条 三号也有两条 那每个都两条的话 那应该就有两套了 这也是个办法 那我们用生活中的比喻 假设你的小说 比如说是1 2 3 4 5 6 总共到22集 长篇小说 那我在塞满的仓库 有这么多的小说 我怎么知道你家有几套小说呢 我就随便抓个 好 请问第六集 第六集 你有几本 结果我发现我第六集 有四本 那我就推 那你家应该会有四套小说吧 其他的我就懒得看 所以这是一个取样的方法 来可以判断 随便找一个蓝色体 欸 蓝色体有两条 你应该有两套 那随便找个 你的六号蓝色体有四条 你大概就有四套吧 所以国中老师所教的 随便找个同一蓝色体 看看还有几条 来判断你的套数 其实大部分情况是可以通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介绍 怎么样判断蓝色体的套数 就是所有的蓝色体 每一种哪一条出来 那就凑成一套 另外再凑另外一套 就这样一律一律看的 这是蓝色体的套数 那蓝色体的条数怎么判断呢 就简单了 直接看中心结 1 2 3 4 5 6 所以这个蓝色体它是2n 两套总共有六条 我们就写成2n等于6 总共两套共六条 旁边这个呢 是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只有一套总共有三条 如果DNA复制之后 形成二分体 像下面这个 我们还是写成2n等于6 因为同一个中心结 就是一条蓝色体 所以这是上级中级下级 这是一套 这是上级 这是中级 这是下级 这是第二套 蓝色体有几条呢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 我们就看你的中心结确定 那旁边这也是啊 这是上级中级下级一套而已 总共几套蓝色体呢 一条两条三条 蓝色体的条数 是由中心结的数量来判断的 好 所以先教各位如何判断 套数与条数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以上这十二题 就是我从之前抽取到今天早上 大家问我的问题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时间也来不及了 那如果各位同学们 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 也可以在线上留言 我就线上回答你 好 那我们这个两个礼拜的 顾客人的直播 今天 许多生物二的 许多生物高的许多生物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礼拜就没有直播了 好 那下礼拜我就要回归到我学校的 里面的直播了 如果现在有我的学生 我们下礼拜开始就要 进入班上的讨论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好 那不免数的最后还是要露一下脸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 好 那拜拜了 希望各位学习愉快 学习顺利 拜拜